歡迎來到新年旅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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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年旅樂空 歡迎新年旅樂空 現在看到藝人百百種 但是有一種他們有很類似的地方 不管你是A咖 B咖 C咖什麼咖 他們共同有一點就是難搞 不管是幫他們工作的人 甚至於在他們周圍一起共識的人 都搞得像半君如半虎一樣 今天現場有藝人 有名嘴 有的知道這些事情的背後 有的看他自己本身是不是很難搞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藝人羅佩穎 大家好 知人媒體人李文文 大家好 知人媒體人麥若瑜 憲林好 大家好 藝人楊琦 知人媒體人楊皓如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其實現在講到很多的藝人 其實你說現在有很多的 所謂偶像明星這種大牌 天王啦 天后啊 也不過就30出頭嘛 那你說如果說很資深的 那種已經五六十年了 主持界的什麼 或者是什麼 小哥費玉清好不好 那一種苦水 那一種年紀的話 我想說已經到那個 大牌一點我也可以理解 是啊 但是現在聽說有一些 三十雙當歲出頭的 天王天后級的偶像明星 就已經很難搞了 今天要講的是 暢銷男歌手 而且呢 他的歌不但暢銷 你現在去KTV裡面點 你找熱門歌曲出來 第一頁 絕對前十都有他 第一頁前十可以數到 我這裡面起碼三個 男伺候的要命 現在來先看一下 其實我們這上面有很多 小鬼 都是暢銷男歌手 周昌豪 李聖傑 李聖傑 張棟良 胡夏 林俊傑 陳氏 而且他們都很年輕 對 李聖傑40啦 但是其他都會在唱 他的歌也是暢銷耶 李聖傑很好搞啊 李聖傑很好搞 都搞出來一個 好沒禮貌喔 對 我現在要講的這個 這個男偶像 暢銷男歌手 他人氣很旺是沒錯啦 是 歌也很好聽是沒錯啦 但是就是伺候他的人 哇塞 是有多難伺候 是怎麼了 整個要把他當王爺一樣捧著 有些什麼豐功危機 下節目的時候 他今天錄影錄了一整天 他覺得很累 他會跟助理說 好不容易下 這個下班了 下通告 去看個電影吧 那助理也覺得 好啊 不錯啊 他就跟助理說 好 去買票 好 助理買完票以後 拿回來說 來 你一張 我一張 這個男歌手說 什麼你一張 我一張啊 什麼意思 我兩張 為什麼 那助理就說不是啊 你一張 我一張 對啊 我們去看電影 我買兩張票 對啊 他說我當然兩張 誰要跟你做啊 我一個人要過兩個位置啊 兩個位置啊 我的空間才夠寬啊 誰要跟你做啊 你怎麼有資格跟我坐在一起啊 他在講這首話 你怎麼有資格 我旁邊的椅子要是空的 你要跟我一起看嗎 那你自己再買一張 但是我這兩張電影票 你要幫我用公司的錢爆掉喔 你們藝人什麼都要爆帳的嗎 沒有 沒有 電影票應該不能爆吧 不能爆啊 他就說不管啦 你就想辦法把我爆掉喔 我這個錢是不付的啊 反正剛剛也是助理去買的啊 超沒良心的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 喝咖啡 早起 起床的時候 早上的通告要喝咖啡 不然呢 我嗓子沒開 喝咖啡是不是 好好好 沒問題 買回來 小七的 你好 因為這電視台附近 很多便利商店嘛 對啊 小七的趕快喝一喝趕快錄了 什麼咖啡 這多少錢啊 跟開水一樣的 喝了有用嗎 所以還要指定 一定要喝哪一家的咖啡 要喝新叉叉 叉叉叉叉叉叉叉客 不喝那一家 他就要發脾氣了 但如白開水 你要我怎麼喝 我喝了以後我腦子會清醒嗎 好 然後他們就 不好意思 那已經要錄影 已經要開錄的 你就先進去了吧 他說 好啦…先進去 然後剛好呢 那個節目 是他跟另外一個男歌手 這個主持人呢 要讓他們這樣子飆歌 你們兩個唱同一首歌 飆高音看誰飆得上去 那這個呢 只喝到這個小七咖啡的 這個男偶像呢 飆高音 我贏了 不要 不要 然後大家想 這一局你輸了… 你這個音唱不上去 那我們你的對手贏了 什麼 下節目不得了了 發脾氣 助理對不對 你過來啊 又不要助理啊 當然 你過來啊 我就跟你講說我早上要喝 心叉叉的咖啡啊 你就沒有讓我開嗓 我腦筋又不清楚 我表現怎麼會好 是怪助理咖啡買錯了 對啊 我就跟你講啊 你品質要顧好嘛 這樣子我嗓子根本不開啊 你們藝人好壞喔 這樣子我怎麼錄嘛 我的表現也影響到 唱片公司的表現啊 你下次再這樣子搞啊 你下次沒有這種 下次早場的通告 你就是要買到那個咖啡 給我醒腦啦 其他牌子都不行 100元以下的咖啡都不行 還要為他沒有開嗓負責就是了 對 然後過了一陣子呢 沒有通告的時候呢 他自己跑到醫美去修修臉 我一直在看誰的臉 比較僵一點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下醫生的臉比較夾 弄完以後呢 醫院說不好意思 這個帳單30萬 30萬 羅姐30萬需要做哪些事情 30萬 譬如說你打膠原蛋白的話 可能就要9萬 12萬左右 他都有做 這幾個看起來 沒有一個人就換臉 看起來都不需要弄到30萬 他都有做 他都有 他還有做動刀的 對 然後呢 做完以後30萬 然後這個藝人說 其實醫院有準備是要提告的 我現在跟大家埋下一個伏筆 哪天我們看到新聞的時候就知道了 對 他平常錄影中途呢 他不吃便當 但是呢 我想要吃什麼 你就要去買什麼 真好是 對 然後好像有一天呢 他錄影錄一錄 他就說我肚子餓了 我想來點點小甜點 我要吃爆漿餐包 保母車來了 看他站在門口 助理就說 欸 上車啊 上車啊 他說 不行 然後助理就說 為什麼不行 要趕下一場嗎 因為你的爆漿餐包不新鮮 我剛剛錄影的時候 真的 你在裡面都是我好喜歡的歌手耶 好嗎